第1153集 恶魔精石像是沉石沉入水中一般 慢慢没入分身头颅 这真神级恶魔的能量 在他凝结的过程中 舍弃了大部分 所留下的都是精华中的精华 这股能量直接被恶魔分身给吸收了 那一刻 林明感受到了恶魔分身中 传出来的澎湃杀意 这股杀意并不是来自于林明灵魂 而是来自于肉体本身 是恶魔分身肉体本能的冲动 真神恶魔的能量结晶 在沙意中缓缓溶解 恶魔分身体内蒸腾出的熊熊黑暗 将天地间的一切光线都吞湿了 他的血脉渐渐固化凝聚 一个真神级恶魔的能量精华 全部贯注于分身 深入骨骼 深入经脉 深入肉身 林明顿时感觉到 自己的分身力量在暴涨 林明凝视着自己的分身 仔细感受着分身每一缕血脉 这种几乎爆炸开来的能量 让他欣喜非常了 双子道工能够很大程度上 提升武者实力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只用修炼着 本尊不多的一些器械 凝聚出分身雏形 而靠着九天星辰之力 和外界能量 把这个分身完全打造出来 使得分身的力量达到极致 真神恶魔之力 融入越来越多 林明的恶魔分身 像是孕育在燃烧的火焰中 林明没有停止动作 而是继续伸手一招 一罗罗黑色晶体 被他直接捏碎 这些黑色晶体 都是从那个真神级恶魔 储物戒指中搜刮来的 极品恶魔精神 此时所有的奇奇爆碎 无穷的能量精气 化成一股洪流 向恶魔分身汇聚而去 这就像是天空中 掀起了语论巨大的漩涡 而林明的恶魔分身 正在漩涡的中心 贪婪的吸取所有力量 卡卡卡 随着轻微的碎裂声 一颗又一颗极品黑色晶体 变成白色粉末消失了 而林明的恶魔分身 身体开始膨胀 他全身肌肉隆起 变成了一个体高三丈的巨人 一根根血管 在恶魔分身体表爆裂 因为巨大的能量冲击 恶魔分身的全身骨结 都发出卡卡卡的爆响 似乎难以承受 看着已经近乎全身 浴血的恶魔分身 林明全身贯重 那一刻 他感觉到诸多恶魔法则 也在慢慢闻刻到 恶魔分身的骨髓和血肉中 这些恶魔法则 出自于真神恶魔长老 留下的恶魔精神 修罗路的恶魔舍利 以及荒体内吞噬的无穷法则 当这些法则越来越多后 他们渐渐的浮血 在恶魔分身的体表 形成了漂亮的魔纹 而这个时候 恶魔分身的力量 已经被压缩到极致 林明第三次伸手 十几颗血丹 飞射而出 这些血丹 被林明以神之力震碎 其中蕴含的精纯 气血之力幻化出来 化为一条条张牙舞爪的血龙 射入恶魔分身口中 血丹 还是出自于 那个真神恶魔 他们对深渊恶魔而言 都是大补之物 可以提升深渊恶魔的境界 现在好 全都便宜林明了 杀了这个真神恶魔 林明可以说 将他遗留的宝物 运用到极致了 血丹入口 化成滚滚狼眼一般的恶魔器械 滋润洗礼的恶魔分身 一时间 在恶魔分身周身毛孔中 开始一散出一股股黑气 它的骨骼被气血淬炼 变得如同剔透的黑玉一般 这样的过程 不知持续了多久 一直到所有的极品恶魔精士 全部爆成粉末 诸多血丹 也全部被恶魔分身吞噬 这个时候 在天空中再度浮现出闪耀着的九颗星辰 这九颗星辰中最明亮的第七颗星辰 射下暗黑色的光辉 笼罩了恶魔分身 这是最后的星光洗礼 此时林明的双子道宫 已是完全开启 恶魔分身 也一惊成形 这恶魔分身从外形上看去 跟混元天尊的形态有点类似 身高三丈 双臂手肘各有一道巨大的黑色骨刃 背后则是一条粗壮的尾巴 它全身覆盖坚硬如同真神灵宝的骨甲 相对混元天尊 恶魔分身体表的骨甲凝聚了更多的魔纹 这些魔纹古朴自然 看起来十分漂亮 而且隐隐的蕴含了玄妙的法则 看到这具分身 林明长出了一口气 刚才连续的凝聚 林明的本尊消耗也极大 因为他要掌控一切 所以灵魂力透支不少 以至于他的额头已经满是汗水 神之力轻轻运转 所有汗水蒸干 林明心念一动 本尊化成一道流光 没入分身的身体 在恶魔分身体内 有体内世界的 与林明本尊类似 此时林明本尊正在这片体内世界中 与世界合二为一 这是完美的天人合一状态 一旦分身战斗起来 林明本尊的力量 就可以通过体内世界 传递给分身 发挥出最强的战斗力 反过来呢 分身也能进入本尊中 达到同样的效果 恶魔分身的双目中 迸发出幽深的红光 他的身体渐渐缩小 一直缩小到只有一掌高的身高 看着自己的双手 林明慢慢握紧拳头 骨节作响 林明感觉这一刻他体内的力量从未有过如此强大 现在就算是魔道会真神级恶魔长老在自己面前 林明不用魔方 不用目前选的帮助 就只是自己一个人就能将对方击杀 这就是道工九星七大名工中最后一方道工 双子道工 给予林明的力量 虽然说黑暗深渊有18层 然而实际上第18层却很少有人踏足 这里是黑暗深渊的禁地 通常情况下也只有一些古老宗门的祭典 或者是一些大规模的阵法 仪式才会选择在深渊第18层中进行 而一些真神级恶魔呢 有时也会进入深渊18层前修和完成突破 至于其他情况 深渊18层便几乎是封闭的 魔神之墓正位于深渊18层 如今距离魔神之墓开启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而此时此刻 在深渊18层的上一层 也就是深渊各大势力总部所在的深渊17层 已经开始为这次魔神之墓开启 而做紧锣密鼓的准备了 现在整个黑暗深渊 一共只有两本纪文之书 实在太少了 在黑暗深渊 只有图腾及恶魔死去 才会有新的纪文之书诞生 更何况 有的纪文之书还遗失了 魔神之墓开启 进入其中的高等魔将会非常多 他们当中呢 大多数是为了其他机缘进去的 可是 如果真的有纪文之书摆在他们面前 他们怎么会不动心呢 如此一来 纪文之书的争抢 势必会激起血雨腥风 于是拥有纪文之书的宗门 就开始拉帮结派 至于拉帮结派后 同盟内部会不会因为利益的存在 而窝里反 那是暂时不用考虑的事 因为至少在有共同敌人的情况下 同盟的势力会优先消灭掉他们共同的敌人 才会考虑同盟内部利益的争夺 冥王道正是能组织起一个同盟的大势力 原因无他 就是因为在黑暗深渊中 冥王道是六大图腾级势力中最强的两个之一 他的首领是图腾级深渊恶魔明 而且冥王道手中还掌控了一本纪文之书 拥有纪文之书的深渊恶魔 必然会成为众矢之地 没有足够能力的话 决然不敢掌控这块烫手的山芋 所以一般魔神之墓开启的时候 纪文之书都会烙在底蕴最可怕的大势力中 并且会将之伟派给这个势力中 实力最强 同时潜力最大的高等恶魔 想要依附冥王道的势力有很多 其中图腾级势力就有俩 同样是图腾级势力 彼此之间差距非常大的 因为有的图腾级恶魔已经陨落或者失踪了 而有的呢还在 其实严格来说吧 只有拥有图腾级恶魔的势力 才能被称为真真正正的图腾级势力 而没有图腾级恶魔的势力 那只能算是伪图腾级势力 古咒宗就是一支伪图腾级势力 原本古咒宗的首领是咒 咒死了 甚至连属于咒的纪文之书都失踪了 如此一来古咒宗不可避免没落了 十亿年前古咒宗还出现过几个杰出的恶魔 把古咒宗重新振兴了一次 其巅峰时候的实力也曾经达到过六大图腾级势力的中游 然而终究在两亿年前 这几个杰出恶魔相继失解之后 古咒宗再次没落下去 似乎气数已尽了 而且这次没落的更厉害 现在古咒宗内部分成大大小小好几股势力 每一股势力都有一到两个真神长老把控 这些势力彼此间并不和睦 甚至还明争暗斗 如果不是清楚 如果古咒宗分崩离析的话 会被其他势力彻底吞并 他们恐怕已经各自独立了 现在的古咒宗算是个同盟 还是个不怎么齐心的同盟 时间再久的话 真的毁灭了也未必 这一天古咒宗内部正在商讨魔神之墓开启的事 古咒宗的真神级恶魔长老都在意识大殿中 古咒宗能屹立到现在 虽然风雨飘摇 还维持着六大图腾级势力的名头 也就是靠着这一帮真神级恶魔长老撑着 不过这一群长老如果寿终正寝的话 那古咒宗还能不能诞生新的恶魔长老 那就未必了 那才是古咒宗最危险的时候 现在关于魔神之墓 古咒宗正在商讨是否依附冥王道 依附程度为多少 利益该如何分配 也只有在面对魔神之墓开启这样的大事上 各大长老才能放下成见 保持着基本的齐心 而就在这时 一个恶魔弟子来到议事大殿 匆匆说道 启禀各位长老 分宗传来消息 说一个王族恶魔 想要进长老会 这成为我们长老之一 而且要通过我们古咒宗 拿到一个进入魔神之墓的名额 正在议事的诸多长老听到这个消息全愣了 他们此时脸上的表情十分精彩 完全没想到啊 这么荒谬的事还会被承报上来啊 尤其现在还是长老会议 如果没有重要的事情是不允许打扰的 没等这些长老呵斥 那个恶魔弟子吞吞吐吐说道 分宗还传来消息 说这个王族恶魔似乎似乎有失踪已久的咒之书 在深渊恶魔中 六本纪文之书会根据他们对应的图腾及恶魔命名 比如咒之书 荒之书 邪之书 等等 你说什么 听到咒之书这个名字 大殿中所有恶魔长老神色莫名激动 有些恶魔长老直接站起来了 他在哪儿 消息疏失吗 咒之书 失踪太久了 没人知道他在哪儿 今天出现在一个王族恶魔手中 古咒宗怎能不吃惊 他是他们古咒宗的神物 持有咒之书 如咒亲临 甚至有人认为 现在古咒宗衰落 也是因为咒之书失踪了 宗教神物失踪 宗教因此就丢了器数 他现在就在分宗宗门大殿里 那个王族恶魔似乎也有上位及天尊实力 分宗奈何不了他 咒之书他还没拿出来 也不知道消息是否属实 几个恶魔长老听了这样的话 彼此对视一言纷纷起身 哪个分宗 现在就去看 一个上位天尊级的恶魔 对古咒宗而言根本算不上什么 但如果他持有咒之书 那就不一样了 对咒之书 在整个古咒宗 没有哪个恶魔敢有半分不敬 持有咒之书的人 如同咒的代言人 现在问题是 一旦确定了咒之书的存在 该怎么处理呀 在距离古咒宗本部数万里远的一处分宗中 完全化身成深渊恶魔的林明 站在分宗大殿里 此时距离林明开启七星道宫的时间 已经过去三年了 三年时间 林明已经完全巩固了七星道宫的境界 然而距离天尊后期 却还有那么仅仅一丝未能突破 而这期间 穆迁学也成功骑袭了黑沙城 一击之后便远盾 没有任何流量 只是杀死了一些高等恶魔 而且卷走了魔道会 积累在黑沙城中的大量财富 之后的一段日子里 古神奇异军便掩其西谷 穆迁学懂得是可而止啊 因为他知道黑沙城奇异事件 几乎触及了魔道会底线了 如果魔道会真的认真起来 派出七八个真神长老 对深渊十二层地毯式搜索 那么总会把他们古神奇异军给找出来 到那个时候就是他们的末日了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休养生息 待到魔神之墓开启 魔道会无暇顾及古神奇异军的时候 他们才能再次出来大干他一场 林明在大殿中踱步 默默地看着那好几尊耸立在大殿中的雕塑 这雕塑雕刻的便是一个个猙獰的恶魔 深渊恶魔以魔为他们的神奇和信仰 他们认为自己是魔的子民 在高等深渊文中 魔这一个字用的是最玄妙 最本源的法则符号写成 它本身就代表无上尊崇之意 林明看着这尊雕像 静静等待着古咒宗诸多长老的降临 在大殿中 林明身后 几个分宗长老恶魔 小心翼翼 不是伺候林明 是唯恐林明跑了 但他们又不敢真的对林明出手 一来林明极有可能拥有咒之书 拥有咒之书 可以说是咒的代言人 而且林明本身修为也不弱 还在他们修为之上 林明也不说话 这些分宗长老也沉默 他们已经把消息汇报上去了 很快总统的真神长老就会赶过来 到时候林明自然要拿出咒之书来 在深渊 纪文之书是绝世的宝物 可他真正的价值 要到魔神之墓 通过重重考验才能发挥出来 这种概率对绝大多数高级恶魔而言 都是一种奢望 所以林明还真不怕把他当众拿出来 就在这时 林明突然心中一动 看向大殿之外 那一刻他感觉到有几股强大的气息 正在飞速靠近 长老们来了 分宗大殿几个天尊纪恶魔顿时心中一息 只要长老纪恶魔出现 那事情可就不归他们管了 如果说林明其实根本没有咒之书 而故意戏弄他们的话 那他可就是自己找死啊 想来这样有大好前途的王族恶魔 也不会办出这么没脑子的事吧 破空之声响起 八个真神一同降临在分宗大殿广场 一时间一股属于真神的威亚随之降临 这八个长老身穿智识类似的黑色大长袍 长袍上绣着繁杂的星辰和红色的药日 八个真神联合起的威亚自然十分恐怖 林明微微眯起眼睛 大量这八个真神恶魔 他们大多数是夏威真神 可为首的一个老者 却给林明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 对方很有可能是中卫真神 就是你 为首的老者大步踏进大殿 一双淡红色的眼睛锁定林明 嗡声嗡气说道 说话间 他的威亚也随之倾泻在林明身上 还没能确认林明是否拥有咒之书之前 他只是随意考验一下林明 并没用多少实力 面对这股威亚 林明自然是不会感到什么 这倒是让这恶魔长老高看林明一眼 这意味着林明的真实实力 要比他表现出来的修为高 不过这也没什么奇怪 毕竟林明是王族血统 这个加不了 林明看着这名老者 心中暗暗孤测对方的实力 一只手在须眯界声一抹 一本黑色的古书就出现在大殿中 这古书一出现 就引动着周围的恶魔法则 发出了隐隐的嗡鸣之声 像是有万千恶魔被封锁在书中嚎叫 所有的真身长老 这一颗眼睛全亮了 咒之书 真是他 虽然这本书失踪不知多少亿年 但是看到咒之书的一瞬间 光是他其中蕴含的法则 还有他所携带的特殊气息 就让所有的真身长老肯定 这就是咒之书 真的不能再真了 一时间 饶使这些长老经历了许多风浪 这时候也难以镇定 一个个看着咒之书 那眼睛啪啪放光 谈谈你的条件吧 那中卫真身老者 看向林明开门见山的说道 虽然林明只是个上尉天尊 而他们这边呢 是八个真神 而且其中还有人不是普通真神 杀林明不说像碾死一只蚂蚁吧 也差不多 可这老者却不敢把林明怎么样 因为得到咒之书的人 等同于咒的代言人 这是六大图腾基势力的传统 也是咒的遗言 按道理而言 他们甚至要给咒之书行礼 因为这咒之书几乎算是咒死后所化成的东西 可现在咒之书掌控在林明这么一个小辈手里 他们也不可能拉下老脸来行礼 但是从林明手里抢咒之书 那绝对不行 哪怕可以保密 让所有人都不知道 他们也不敢这么做 这里边 大宗门的信誉 这还是其次的 主要是因为得咒之书 如咒亲临这句话 这不仅仅是个规矩 它是图腾及恶魔的遗言 其中可能关联着宗门契运的 之前你似乎说过 要成为古咒宗长老会的一员 而且要通过我们古咒宗 拿到一个进入魔神之墓的名额 一个老者看向林明 在古咒宗长老会的众人中 这个老头的实力 仅次于为首的中卫真神 应该是下卫真神顶峰 其实刚才古咒宗的长老们就讨论过了 如果林明坚持要成为长老会的成员 这也并非不可 按照道理说 成为长老会成员得需要真神以上修为 林明大概是上位天尊级 这还差得远 而且关键他也不是古咒宗出身 林明成为长老会成员 他们当然心里个影 可仅仅一个长老会名额 能换来咒之书 这买卖划算 太值得了 而且同是长老会成员 这权利也有大有小 随随便便把林明架空了 让他成个光杆色令 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吗 至于说 林明想通过古咒宗 拿到一个进入魔神之墓的名额 那同样能满足 进入魔神之墓的名额虽然金鬼 可他们古咒宗也能弄到一些 到时候林明在里边是死是活 这就跟他们没关系了 说实话 其实林明死了更好 一死百了 他们省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